人活一世,想做大事,成就自己是每个人的梦想,这本无可厚非,然而成功没有捷径,更无法投机取巧。 对此,著名国学大师南怀锦先生也持相同观点,人生的路绝非坦途,成功的路上更是布满了荆棘和坎坷,世间之人何止千万。 能够取得举世主目的成功者却寥寥无几,只有智者方能过关斩将,成就一番大事业,什么样的智者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呢? 南怀锦先生坦言,想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掌握以下几个做事绝学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,一起开始今天的智慧之旅。 事是有回应,能成大事的人首先要靠谱,不靠谱做什么都做不成。 所谓靠谱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,结果怎么样都会有交代,有着落,有回应,这是一个人能成事的基础。 比如每个公司里都有这样一类人,做事情只是口头上说说,从来没有任何实质的行动,你问他进度的时候,他就支支吾吾地讲不清楚,实际上什么都没做,也不坑一声。 另一种情况就是只知道埋头做事,不懂得汇报进度,本来有成绩,也会因为不会汇报而被埋没。 因此,做一个靠谱的人,既要把事情做好,也要懂得汇报输出。 不然再有才华,也会被埋没。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大多数人宁愿拥有一个铁饭碗,一辈子汗烙饱收,也不愿意踏出舒适区,拥抱一点不确定性,承担一点风险。 人们厌恶不确定性,是因为厌恶不确定性背后巨大的风险,但是,不确定性背后除了巨大的风险,也可能是巨大的收益。 能成大事的人,在面对不确定性时,有不同的风险观,他们并不是承担风险的能力更强,而是看待风险的视角不一样。 他们不仅会把失败的损失看作风险,也会把错过的发展机会看作风险。 所以,在面对不确定性时,他们更容易选择拥抱,而不是怀疑,因为拥抱比怀疑永远多一次机会。 曾经有一位读者留言说,自己36岁,不如中年,要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,特别慌,怎么办,为什么会慌? 因为害怕失去,人到中年,除了上游老下游小,还有没还完的房贷和车贷,现金流不敢断,也不敢轻易离职。 更别说换一个全新的行业了。 中年人的慌张,我特别理解,但是能成大事的人,也许并不是这么想的。 他们会去思考,难道保持现状就能避免风险吗? 未来行业会不会下行,项目会不会进入瓶颈,不去新行业的机会成本有多大,除了慌张,他们能够把不确定性转化为自己的优势。 他们会主动学习领域之外的知识,了解和自己领域无关的业务,然后做好准备,在适当的时机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。 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,他们会选择主动拥抱不确定性,他们甚至会兴奋,相信未来有无限可能。 事实上,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,不确定性就像空气一样,几乎永远存在。 在可承受的范围内,主动拥抱不确定性。 对我们来说,是很有好处的塔勒布的畅销书《反脆弱》说的就是这件事,如何从不确定性中获益。 平时养尊处优,偶尔饥寒交迫一次,接受一些不确定性的小刺激,身体反而会发挥荣誉机制,变得更强壮。 健身其实就是这个道理,能成大事的人,在面对不确定性时,更容易选择拥抱,而不是怀疑,因为拥抱比怀疑永远多一次机会,他们会把错过的发展机会也看作风险。 就像每当人们在品尝美味的螃蟹时,恐怕很少会想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 其实,这位无名英雄很值得我们称道和崇敬。 成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,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,成功需要突破思维,勇于创新,总是跟在别人的思想后面的人,很难成功。 只有敢于破除旧的思想观念,打破旧的条条框框,鼓起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,抓住机遇,敢是敢闯,敢为天下仙,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我们就一定能创出一个新天地。 经成所致,今世为开。 据说,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能够登上金字塔顶,一种是老鹰,一种是蜗牛。 它们是如此不同,老鹰矫健,敏捷,蜗牛弱小,迟钝,可是蜗牛仍然与老鹰一样,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,它平的就是永不停息的执着精神。 要想有水滴石穿的威力,就必须连绵不断的毅力。 一个篱笆,三个装。 美国白领中流行着一句话,一个人是否成功,不在于你知道什么,而是在于你认识谁, 社会是由多变化的,多层次的无数的人际关系组成的立体网络结构。 每一个人都是这一网络结构中的结,同各种各样的人发生着关系。 一个成功人士,往往有着丰富的阅历,练达的处事经验,机敏的应变能力,扩达的胸怀。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网。 有了一个和谐的关系网,可以帮你正确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麻烦,从而走向成功。 握心尝胆,三千月甲可吞舞。 人人都渴望成功,羡慕成功时的辉煌和风光。 可是辉煌的背后往往是苦难,一个没有经历过磨难的成功是不可能的。 因此,如果你想要获得成功,那么一定要做好经受磨难的准备。 人生就像一条河。 而我们就是游溢在河中的水手,在河流中求渡,免不了会受些伤。 只有不怕河中的滔天巨浪,不怕在渡河中淹死,才可能游到成功的彼岸。 不怕犯错,善于自省。 很多人不愿尝试做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,有一个原因是害怕犯错。 他们认为犯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,这代表自己的能力不行。 但是,能成大事儿的人并不会这么想。 他们会认为,只要不是什么致命错误,犯一些小错,反而是值得高兴的是,因为又有机会可以提升自己了,他们会从错误中学习。 以便下一次能够做得更好,他们并不害怕别人觉得自己能力不行。 他们反而会大方承认,是啊,我现在就是能力不行,但只要我不断总结和提升我总有行的那一天, 他们懂得,成功,要多从外部找原因,而失败,要多从内部找原因,不怕犯错,善于自省,不断改进,这样的人没有天花板。 能挡得住诱惑,在现在这个社会,诱惑非常多,小到我们身边每个人身上的手机,大到一个公司的战略方向确定,都面临着诱惑的考验。 然而,我们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,必须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原则,能抵挡住诱惑,才能够成功。 只要我们所坚守的是正确的事情,哪怕会有短暂的痛苦,也应该坚持下去。 如果我们所做的是错误的事情,哪怕会得到短暂的快乐,也应该坚决拒之。 生活中处处都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诱惑,如果定力不强,这些诱惑会随时影响并阻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,甚至会让自己迷失前进的方向陷入短暂利益的漩涡中。 在种种诱惑面前,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正确的原则和理想,否则说不定在什么小河沟就容易翻船。 宠辱不惊,持有平常心。 能成大事的人,稳的第二个特质体现在具有强大的平常心。 如果是普通人,面对人生的如意或者失意,往往都会陷入到极度兴奋亦或是极度失望中去。 而成大事的人,反而会很平静地看待这一切。 这是因为他们深刻懂得中国中庸的智慧,过犹不及,事物是发展的,从来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。 对于人生来说,高谷与低谷都是人生一种重要的常态,正因为对生命有如此通透的认识。 他们才不会在低谷中消沉自己,也不会在高谷中过于骄傲, 而是用平常心去做好应该做的事情。 做好应该做的事情,从实际角度上来说,就是去思考如何去突破现有的困境,去持续攀登与成长, 这才是生命最重要的法则。 其实人生的成长,大多遵循螺旋是上升,如果我们内心停滞不在,向前进步,某种意义上来说,就意味着我们没有了生命力。 生命力的循环往复就在于此,根据成长的法则,不放弃自我的成长和精进,用心地去体会自我突破。 往往我们就能看到生命点点滴滴的绽放。 内心成大事的人,这种温主要体现在对生命的认知上,生命是一个缓慢迭代的过程, 我们只有温下来,安静下来,才不会耽误这种内在的自我成长节奏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